現在物價上漲已經吃掉了薪資漲幅 加上四月起店家又要調漲了 等於上班族外食跟房租的負擔是再度加重 那麼根據人類銀行調查 上班族今年每個月個人外食的總花費 平均達到的是八千四百一十二元 等於換算下來一天大概是兩百八十元 那麼以官方經常性薪資四萬六千一百四十元來估算 光是外食就已經吃掉我們月薪大概兩成左右 而這些受訪者 其實他們對外食漲幅的感受 他們認為晚餐是最有感的 其次則是午餐 再來是房租的部分 那麼大約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上班族 是屬於租屋族 每個月的房租平均支出 大概是一萬一千零九十八元 大概占他薪資的百分之二十四 而且其實有高達百分之八十八點三的租屋上班族 擔心說升息和電價的好漲 會不會造成他的租金跟著增加 那麼又高達百分之九成二的這些上班族 認為自己的薪水不夠用 而且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六點七 更屬於實際上真的是不夠用的這種情況 當然這是職員的部分 電價調漲和通膨會不會影響到大企業的營運成本 那麼針對四月份電價調漲 有百分之四十五點二的資方表示 會影響公司的調薪意願 還有百分之二十九點一的企業表示 會影響公司的徵財意願 那麼有超過八成的上班族也擔心說 電價調漲會不會影響企業的調薪意願呢 所以說這樣子調薪 這樣子擔心的狀況之下 國營企業自然也就成為大家強迫頭的目標了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來看到 在台電 中油 台糖 以及台水 這些國營企業現在就要來招募新鞋了 那目前是暫定釋出六百六十五個名額 開出四萬一的條件來徵財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的電機類的徵財 這個招考是一百六十八名最多 再來則是氣管類也有一百一十五個名額 經濟部也表示考進去之後 這些人會依他的工作表現來調薪 預估在錄取之後的第五年薪資最高 可以上看六萬元 暗示一隻 暗示入聯繫